9號下午台北市東區一棟商業大樓門口 需求不見的寧安東帶著寶貝女兒一起現身 穿著我是相當輕鬆看起來應該是在等人 隔沒幾分鐘婦女要等待的那個人出現了 原來就是管慶 剛演完舞台劇的管慶看起來滿受歡迎的 還有粉絲上前求合照 接著女兒就黏上管慶上演一家三口 隔了隆隆的問心景象 寧安東離婚三年管慶小三成正宮 女兒看起來不受大人們的分尊影響 跟管慶看起來是相當親近 就連過馬路管慶也是牽著小朋友 這貼心小媽的位置做得越來越穩 三個人有說有效的到賣場採買 是說有些時候爸爸真的沒啥用 例如買內衣的時候 幸好還有管慶在 他跟今年10歲的小朋友看起來是沒有隔閡 兩個人的互動就如同一般母女 寧安東靠著選秀節目出道 最初的形象是情歌王子 只是接連被爆出說謊隱婚之後又出軌 個人形象大傷 不過三年前離婚後 就跟管慶愛的高調 放閃也沒再客氣 如今一家三口的組合看起來相當完美 就只希望這文型畫面能繼續下去囉